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在我要比人民警察的时候 要瘦一些 瘦了40斤 要是像现在的这种体态的话 那这个方程这个角色 会更加的好看 留了点小遗憾 那会比较的丰满 我对减肥这件事 也是最近才开悟的 原来可能我认知上 有一个误差 我是觉得胖兽 不在我的审美之列 我认为好的演员 应该在 来拿演戏塑造角色的能力 来说话 但是后来发现 确实看完很多戏 演过那戏的那个回放之后 说自己的形象 是越来越可怕了 编剧老师写的再好的台词 再好的故事 由于你的形象感不强烈 一出来观众都不就想换台了 那岂不是你你的演员的工作的第一步 都没做好吗 所以我就我就开始减肥 我就让自己形象最起码舒服起来吧 血散浪漫 那个是我正经 走向影视工作 演员这个工作的 可以说是开山之作 但不能说第一步 在此之前也演过很多戏 但是让我对演员的理解 或者我对导演跟演员的 这个工作的这种方式 有一种特别大的提升的感悟 我一大个过来一巴掌 把我眼镜给打飞了 哥们当时就怒了呀 抄起板砖 折住了就拍 感觉手感不对 感觉我拍树上 我们现在 这帮小子浪漫的演员 都跟亲兄弟一样 我前不久也跟孙丽老师一块拍戏 我们见到面以后 眼神里都跟其他的演员 见着面都不一样 就是很亲切 包括我有一次在电影节碰见刘烈 也是都很亲切 也就感觉正同又碰见了钟月明一样 这就是应了那个名字 血散浪漫 也唤起了因这部戏 聚起来的这群人的一种 这个血液里的这种浪漫 那座城这家人 我演的是叫王大明 外号叫王大命 这部作品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就是这个国家繁荣昌盛了 其实都是在经历了一个一个的苦难 从这个当中浴血重生 这样的精神 可能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 这种生存的一种内在的力量 给予我们的创伤 给予我们的苦难 会很难受 但是我们就像凤凰一样 浴火重生 请大家相信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左右不了地震 还有这致死的疾病 可是有了这双会劳动的手 这样我们就能享受这 得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一个戏的成功 或者一个角色的成功 还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 只是演员 最后是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上 可能大家努力的结果 急于是通过你来体现出来的 你就像现在我接受采访的时候 我在这儿侃侃而谈 摄影机背后 团队大家都在工作 这就是影视工作的一个特点 团队工作的结果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远大的期许 只是说无论演戏 无论是做导演 还是做动漫 还是做什么 把故事讲好 同时又能多少有一些思考 或者说是营养 那我觉得就是一件 特别了不起的事 才会有很多 我们下转的时候 我们下转的 似乎